YOU ARE WATCHING TOYS TV 好 玩具TV第21季第一集 終於等到這個玩具男神阿嘉 跟大家介紹一下這個BD85 85的BD 我已經很久沒出現了 是時候又說一下HOTYS 大家看到我也是想說HOTYS 我們比較遲一點就拿到Mk85的BD 其實我手下單 不過我心大心小就很久拿不拿 你那時候說想拿 其實手下單就是神祖離開 你不是神祖離開的話 所以想想就算了 反正它是最後一隻Robert Donnie Jr.的Iron Man 盒是我有用的 大家一開始看盒的時候 其實他的盒基本上跟85是接近一樣的 包括設計盒盒盒都很接近 但是正面多了一個跪下的Tony Stark 而且這個盒其實你會看到 除了它本身光銀子很漂亮 很多不同的印刷之外 你會看到它還放了一些其他的Iron Man 即是其他版本 例如42、47 我剛才看到後面的時候 你就會看到Mk4 我在想這是不是你出貨之前 有顯示就會出1比4 這是自己的陰謀論 你看到Mk4和Mk4 我覺得你覺得對 我突然看一看 因為我只看到盒的背面 然後我問為什麼85個盒有Mk4 我沒有看到側面 原來我只想為什麼這麼有趣 給它顯示這麼好 就是這樣 我也是之前一直推出那些側面的書套盒 盒來說其實真的很漂亮 坦白說 真的要讚一讚這個Hot Toys 特別是平面設計的團隊 很厲害 真的很厲害 他們一向做盒設計都非常厲害 全部都水準異常 待會再介紹另一個 我都覺得盒設計得非常漂亮的Hot Toys產品 後環 我們是時候回來主體了 時間關係 其實大部分的配件 你都會看到我們已經放了上桌 主體就在這裡 剛剛派貨或者再之前展覽的時候 我們之前說 Spider-Man 套戲的時候 其實我們都大約討論過 那些人之前怎麼看 擺展的時候怎麼看 到現在出貨之後 大約是怎麼看的一些狀況 如果想看就可以回去看那條影片 我們這次主要是針對這款開合的狀況 其實在鏡頭前面 我不肯定zoom得有多近 其實大家可以看到 它85本身的一些 不要磨 因為它刮花 或者找個箭板 都可以 好 不要緊 我零空 大家都會看到 戰損的狀況 其實我會覺得 比展會的時候 稍微是有些進步 某些細節上的深度 各樣東西 或者是上色的程度 但是其實它有一樣東西 主體大部分的件 就跟之前85一樣 但是唯一有一樣東西 比較突立的是什麼呢 它有戰損的件 但是不戰損的部分 它是非常光線的 所以就會 很合作 其實最簡單就是 你看它的正面 和看它的背面 或者是它的肩膀 其實它邪方機 會做了一些戰損的部分 你會看到那些是很陳舊 亦都是啞色 甚至乎連紅色 都是偏啞的 但是 正正在它肩膀的側面 那一件 就突然之間 就馬上超乾淨 我想 比較為人救病 大家會吐槽的部分 主要是這個部分 或者在同一個主體上面 你看到它的頭是非常乾淨的 當然你也可以說 這個版本其實沒有頭 它還給你頭 只是幫你完結 那其實你就不用專注在頭上 那另外 一件事就更加 除了頭之外 該吐槽就是 你會看到我胸口的戰損很強 但是肚子是非常乾淨的 不過我看過外國的網民 對上劇照 就說它終於在這部電影中的受傷 盡量 不是100% 其實很多網民都說 背部太乾淨 也有人把劇照說 是這麼乾淨的 這樣 那就要回家再看一次 是吧 都是的 但是 同樣的正面 你沒有理由 胸和肚子之間的差距會這麼大 或者簡單一點 就是肩膀 你會看到邪方肌這個很髒 很難 這個位置就變得超乾淨 就是隔了一條鴿的縫 就會變得很乾淨 在這些地方就會比較突立 你可以說它很跟 但是在路律上 大家會覺得 有些不太舒服的地方 所以我又說多一點 其實本身 不是幫人買廣告的朋友 阿Sam做舊化幫人接訂單 那個就很棒 他全身都很均勻地把戰損 譬如說他被 Thanos擋完雷神攻擊後 丟到石頭後面撞過去 這裏就有些適當的戰損 因為我有些想看 整件事真的把光暗和污漬平均 變成不會特別 這裏其實我覺得做得不錯 但是為什麼突然間 後面又會這麼亮 反差太大 因為我不知為何 有些想幫他說好說話 是衝動 我覺得這個心態 就像一輛新車撞了一樣 所以它的車本身是新的 乾淨的 它撞了一下 撞了那些地方便損壞了 沒有撞到那些地方是乾淨的 那個邏輯就是這樣 但是那個擴散性的問題 我知道 那個擴散性就不會是 它隔了那片甲 因為它生產的時候 拆了件 這個就是很乾淨 它應該有過度性質 是會搭去另一件甲上面 所以看看你如何接受 是的 個人來說其實我是收貨的 為什麼呢 畢竟它是80的Battle Damage 那麼驚靜的上面 你是會有其他的愛去搭救 另外一件事 我會覺得它戰損的程度 其實在它做一些 因為HOTOX比較堅持 就是它有些戰損的部分 其實它會用ABS去處理 但是ABS本身 跟PVC不跟PVC 是 例如我釣了什麼出來 我拿去鑄件的時候 它會有些細節的減衰 但是不會差太多 但是 例如ABS的話 它要出一件硬件 它要完全遷就出帽 各樣東西的時候 其實細節會有所減退 也是很正常的 不過只能夠你去說 為什麼當初的版本 你就不是拉出帽 才去做過手版呢 這個也是時間的關係 但是其實如果它 實物來說 它出得到這個程度 其實我都幾收貨 因為 你在宏觀灣以前大家玩過 可能很多人會拿Mk VI出來比減 但是Mk VI的情況又不同 因為它是被高熱拿出來 然後有些反皮的部分 其實它比較容易去表達它 因為它比較單一的選項 但是這個是 你要去模仿一個Nanotech 的一些燒焦 或者是難的情況的時候 就會比較難去參考 也還有另一件事是什麼 就是例如 你去收過產品的時候 其實可能 現在大家會拿著4K 即Business Plus 去看4K 去看逐格對 這個不是這樣 這個不是這樣 但其實他們做的時候還沒有 可能都是在戲院看 或者是有 不是很多的資料去跟 所以我會覺得有差異是合理的 不是打手 是以事論事而已 經常被人罵 很容易 我發現我又吐槽一點 因為有少許不同意見 始終其實你見 坦白說我真的 特地訂這隻85 我真的看了官圖 看到一些當時的飾板 去給訂 但是坦白說 當然它第一個飾板更可怕 當時在大陸的網上 當時擺放出來 我也罵得多盡 當然坦白說 這一個完成品圖 當時是有進步的 但是真的跟當日 擺放出來給大家訂 那時候 特別是戰損的細節位 是有落差的 我預期的 別說就著一些反差大的甲 我自己最擔心的是 戰損的位置 它真的做不到當時的版的感覺 所以我自己是有點失望 我們先說回這件事 回來了 該吐槽的部分 也吐槽完了 可動功能上 現在不用試 因為大家曾經 或者擁有85 我們就集中在配件的部分 頭呢 其實我想這個頭 就很雞肋 大家也不需要它 我們就拔了頭 這個要讚 這個我想要做 close up 說了我訂也是為了它 本身任何朋友 撇除了85個主體 大家是為了這件事去訂 我也是 所以這個做得出色 你入手 我覺得都可以接受 因為這個頭雕真的很厲害 我想大部分人 都是為了頭雕去入手 而其實實質上 我會覺得它的賞色 完全是收貨 甚至乎是有些超水準 是 是 是 因為這件事是 其實有表情之下 會令到你更加想起那個前景 是 交給你撞下去 好了 我們是時候插頭了 它有些悔恨的樣子 你會看到嘴唇 眼神 不過其實這個頭 雖然它 雖然它 雖然它的尿 都頗到位 或者相識都頗到位 但有一件事 其實它的眼神 你比較難去擺得到 一個對的部分 因為它處於一個比較飄渺的狀態 例如你蹲在那裡的時候 你抬高頭 你會發現眼睛不太對得到 是會有一點點的狀況 看得很遠 對 所以自己就要嘗試去就一些角度去處理 這樣 除了頭之外 頭裝的身體也不用說 一個戰損的領 就配上來 就不用像以前那樣 就要更換領圈 有些朋友也想寧願更換領圈 就可以插頭 插得更好 因為其實這個不需要領圈 這個也沒有所謂 因為這個頭我是不會用的 有些朋友也很聰明 而這個頭的戰損不夠 他就會拿回Mk50的戰損版面具加頭 就插上去 噢 這隻是完美主意的 用頭用回Mk85的頸 就可以插上去 然後對下去 其實不只細對細節 都可以的 我覺得Begna Team可以的 對 除了主體之外 其實還有什麼配件呢 很重要 一隻有Inventing Garnet 上了寶石的手套 阿寶拉上去的時候的手套 全奸戲院一起 大家還記得嗎 這隻手也是配有可動的手指 為什麼會有一隻完整的前臂 因為它要導電去著燈 因為入電的部分在上臂 可動手指也有一個Tuck手指 嘩 這個是classic 這個真的 除了頭雕之外 一定要買的原因 就是這個動作 可動手指是做不回這麼漂亮的狀態 所以他就特意給多個手 也有一隻攤開了 類似放鬆版本的手 同時間也有發炮的左右手 配普通手臂 大家耳熟能場看到的可動手指 可動手指 然後除了這些之外 其實還有另一個石地台 大家排出這個職 就是為了這個盾 只開了一下 是 bonus 是 bonus part 但這盾在雜 tracker 在他推出前 在NanoTek 4.0的 baton上 是透明黑的 那個是透明黑的 我們轉換到藍色 那也感謝金主 有兩位師兄 感謝金主 感謝金主 subscriber Gary 格里 除了這些之外 其實還有一個石地台 有少少粒位,有些玄機 這個石地台和當初擺P.O.的時候是有不同的 有些朋友都會問,為什麼你換了地台? 我覺得漂亮了都可以 而且你這個地台真的專門為那個動作而設 有些空,是很適合的 一講地台,又有一個大金主又出現了 謝謝! 重荷,謝謝! 謝謝! 不好意思,今天有沒有大空開龍? 沒有大空開龍 就算我們有,也不知道怎樣拿上來 不好意思,我們可能遲一點 看著開梯 然後還有左右手的雙炮 最終一戰一幕,他就有左右手不斷招招招 這個就在對大軍時用的 普通版有沒有? 普通版都有的 之前的人經常在那裡陷入,為什麼不跟雙炮呢? 然後在這裏就給你了 雙炮,這個炮之前大家都玩過 也不需要說 然後是武器 這個武器 這個武器就跟之前的Mark 50的配件包的武器差很遠 差什麼呢? 你就要神祖好過武士,不會被人罵 之前的版本是把他的刀刃坑成實色 然後加一個白色陰影造成一個類似發光的狀態 炮果是很差的 沒錯 這個就沒有了問題 這個版本也是有去做到透明的邊緣 甚至乎也有做到一些散的白色的飛槍 令到他有一種散光的感覺 雖然他依然不可以亮燈,但他漂亮了很多 沒錯,整件事完全不同 這個武器也是舊的,我們也不在這裡說了 在這個時候,我們稍微開啟燈 你也稍微開啟燈很厲害 它的燈本身也很強 不關燈也不錯 試一試,我們再開 我們在這個時候打開了背蓋 背蓋就變形了 你第一次開的時候,它本身有跟膠螺絲批的 你最好用膠螺絲批的地方 這裡有指甲位,響一響 不然我怕你拉到反甲,你也沒辦法開啟燈 這裡有開關鍵 你會看到背蓋就著燈 正面的時候,身體加上腰部份也會著燈 在這個時候,我們也換上手臂 最重要就是這個 前臂的部分,只用力向下拉 你會看到這裡做了導電的功能 這個插槽有點像Terminator的 T1000 我們這裡換上插手臂的手 我們根本就是想做一個動作 就完成一件事了 對,講完之後就收工了 真的很重要,整個感情都回來了 在這個時候就抬一抬手 然後手臂的電在哪裏呢 對,手臂的電在後面開 即是在手掛的後面 對,手掛的後面 這裡就抬一抬 抬一抬手之後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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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心急 嘩 好心急 嘩 嘩 你撇除了頭 或者肚子的一些舊法不夠之外 其實他整體來說是很帥的 當然是燈也很漂亮 燈也有一點少少的部分 可能會不是很滿意 就是什麼呢 因為他的電池是上尾傳過去的 可能電比較細一點 他本身燈的光度就不算很夠 你會看到保錫的部分稍微會弱一點 已經到了盡頭了 跟電池有沒有關係呢? 因為通常是跟原裝盒的盒子 也有的 例如它會顧及你會用多久的電 可能IC寫的電 光斬的次數有不同 會令到強度有不同 另外你會看到這裏的石頭 其實穿得不錯 但無奈的time stone基本上沒有光 因為是time stone是綠色的 是沒有光的 然後手臂的部分 你會看到裏的燈也穿得很漂亮 有部份的師兄會覺得 還是有少許遺憾不夠完美 是時候跪一跪,不好意思 這就是重點 塞下有王位 先拉出古關節 這就是最重要的 才可以抹大大腿 不拉都可以 剛才說的太浮誇 但其實這句話 這個蛙是 因為你看完整部電影的感覺 那場戲的感覺 真的很經典 可以說是電影史上 其中一個時刻 是令整間戲院的情緒 同時牽動 這個蛙不是給電玩具 這個蛙是給回憶的 給這部電影 這個角色 給大家的票房 買過的玩具 是為大家畫上了一個句號的話 這個是很多的東西 是一個愛 當然還有一些美中不足 因為畢竟是作為一個句號 我不是叫作為一個句號 作為一個句號 其實很多師兄會覺得他不是很完美 為什麼呢 因為在戲裡面 你會看到他手 或者是一直裂到上去 手臂、上臂、肩頭 連到胸口的部分 其實都應該會有燈 甚至乎 之前有位師兄 是出了 有位師兄出了一個GK 其實是有燈的 然後那些燈 是你在透明件上 油在顏色的時候 還有你看到油光 對 它是會有不同的 因為它是一邊拉 跟著寶蛇的顏色 一邊拉到上去胸口的部分 就會有一邊閃上不同的顏色 那是有沒有說一比幾的呢 其實是非分別的 一比六的 有些人會去插某間廠出的頭雕 插回去 那個版本 你會看到有彩色的一些結紋 那個是很漂亮的 我最近見到一些師兄 甚至乎 那些手藝人 很勁抽的那些 自己就拆開它改燈 改完一邊閃著 會拉回彩色上去 很勁抽 很勁抽 胸口這裏 它簡直是拆開它裏面 製造透明件 它那些真的是開4K 頂格來開工 對 而它那個 我想它都不用動了 亦都沒有再需要動了 其實當是雕像這樣 其實整體來說 你以一款Ironman 我印象中 這個應該是大概 2700元左右的訂價 2680 2680 2700元 2700元的訂價 你以它剛才看的配件量來說 我覺得價錢也算合格 因為它近期有些 叫價至2900 接近3 即這樣價錢的時候 其實都算是這樣的 也有這麼多燈 對比起上一個這麼多燈 它MARK50已經是2500元 其實我負責程度上 雖然有很多件 都是舊 但你會有一個很漂亮的身頭 一口砂糖一口屎 當然是這樣 你不贊 你怎麼彈呢 是不是 收不收貨 都是那一句 你自己喜歡 沒錯 轉前拿單 不會放 說完了 好 今集說了這麼多 待會還有Hot Toys